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流線型的車身 低風座的設計 朝興碳纖維車架 配以高達600匹馬力 由靜止加速度100公里 只需要3秒1 最高時速更加高達330公里 新一代的超級跑車 除了要追求快 低碳排放亦是重點之一 在F1賽道上 中環30年的麥拿倫車廠 亦都跳出賽場 出產首部超級跑車 賣點是用比金屬更輕巧 和堅固耐用的碳纖造 一體式車架 正重減到75公斤 車身輕了 耗油量自然減少 釋出的二氧化碳 每高里少於300克 對於環保外耗 中環保外耗 中環保外耗 以公務者來說 減少用油的跑車 始終未及得上全電動車 不過目前全球 只有少數車廠 肯投資生產電動車 令消費者選擇不多 有學者認為電動車 畢竟是一項新技術 車廠想開發 便要投入龐大的資源同時間 所以不少車廠 都寧願用現有技術 加以改良達到減排效果 我們看到每間車廠 可能短期內都有第一款 兩款電動車推出 但相對我們的想法 其實我們要求更多 當然我們知道 一兩款都是因公司的發展要求 他們不能將原油的研發 在汽油車方面全部改 改了電動車研發 只可以其中一條線 或一個隊伍來做 其實電動車是全新技術 因為需要電動馬達 電池 電源控制 和傳統汽油車是很不同的技術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就要看一輛電動車 如何投放這些資源 例如要加很多電力電子的人才 令到它可以增加這方面的技術 不過鄭家偉認為 正正一切由零開始 香港絕對有能力 自行生產電動車 將技術化為本土產業 李大正是研究用納米技術 做出這個叫碳納米管 來取締傳統的李電池 不僅輕身很多 還要薄很多 而儲電量更多一倍 相信有效降低 生產電動車的成本 還有這個花在一年時間 研製的超級電容 能夠優化李電池的用途 普通電池來說 它的充電放電電流不會很大 如果我們用超級電容力 可以加強充電放電流更大 令駕駛起步和煞車更加優勢 甚至可以延長電池的壽命 加上它這邊的管理系統 可以令到電池裡很多不同 電池都可以平衡裝置更加好的 更加安全使用 長遠要將香港打造成電動車都市 鄭家衛說 除了要在社區增設多些充電站 方便用家 政府也要繼續主動提供誘因 例如長期間免稅優惠 甚至參考外國直接給錢補貼市民 購買電動車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 鄭麗儀報導 親主動提供